您工作当中的保密制度那么严 那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 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哪儿不对 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 您把您不能说的都说说看 所以这个问题不要给我下套 但是我刚才听您演讲中 我能感觉到确实保密制度在你们那儿可能是第一药物 比如像您的很多地点 别说跟我们观众了面对镜头了 就是跟家人可能都得守口如瓶吧 是的 我们一般自行任务出发之前手机基本上都收掉了 出门以后基本上和家里都是断绝联系的 直到任务结束会回到家里才能联系 但是联系的时候也不能说 你去干嘛了到哪儿去了都不能说 今天来这儿告诉家人了吧 没有 嫂子您放心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确实没有 就习惯性了 对 就哪怕今天这事能说 但是可能一般也不说 家里也不问 六位青年代表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的旅长交流 小萨老师好 王旅长好 我来自北京物资学院 刚才看到这个王旅长这身军装 我感觉非常亲切 因为我曾经也是咱们火箭军的一名工程兵 说人好 我说呢 刚才一站起来 迷彩裤 白背心 然后皮肤晒得黑黑的 但现在是在念书是吧 现在退伍了 在学校上学 在部队待了多久 待了两年 两年 你是大学生入伍 然后又去上学吗 对 现在目前他这种上学的模式还是比较普遍的 大学生入伍 然后退伍之后继续回到学校再学习 并且有个很好的政策 你上学期间的学费 火箭给你除了 刚才王旅长分享的故事 也让我很有共鸣 当时我记得是 我在青海的某一个基地进行训练 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但是我觉得 这些训练带来的心理压力 比这些身体上的训练 往往更让人难以接受 我们部队上有一句话叫做 见齐就扛 见第一就争 意思就是不论训练还是比赛 我们都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样样都要争第一 有一次我记得是单杠训练 为了能够达标 我就把自己吊在单杠上训练 就是用那个背包绳 然后吊着手 练这个 就是哪怕自己抓不住了 用背包带 把自己拴在单杠上 对 生怕自己完成不了动作 拖了扳机的后腿 所以我想问王旅长 您有过类似的这种 样样都要争第一的压力吗 我们旅的旅魂呢 有这么两句话 一旅就要增第一 一旅就要创医疗 就时时刻刻地提醒了我们 要把一切工作都要干得最好 你刚才说的训练过程中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我也是从一命暂时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我是先入伍 后考学 我今年入伍28年了 应该小伙子 我比你大不少吧 对 我也倒一样 要坚持训练 你比如说单上杠 服务程 养我起坐 这都不在话下 给我们那个年龄 没有太多的关系 你现在服务程能做多少个 每天都是三个一百 一百个养我起坐 一百个服务程 一百个那个 那个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就现在在学校 仍然还保持这种状态 对 很好 您现在做服务程 一口气能做多少个 五六十个吧 这不是夸张 这是基本的要求 因为我们每年 也要参加考核 不客气地讲 我去年考核的时候 拿到了我们军队 特三的标准 达到特三标准 我们旅 只有两个人 旅长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的 年轻的警卫班的战士 今天我跟您比试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就做服务程 您上来 来 我们两个七零后 跟你是九零 八零后 九零后 我们三个人一块 好不好 好的 真的呀 没问题 您在中央 我们开始啊 准备 小伙子比我厉害 哎呀 哎呀我刚才多少 七十几啊 二十 二十 旅长多少个 十八 我的天 输得很准 对我姚立伟呢 祝贺您 在我们的三人对抗中 你赢了 你赢了 你看 不是我作为长辈批评 要加强锻炼 还是不能放松 尽管从部队出来了 但是要给同学们 带个好头 好吧 继续加油 其实后来 我新兵下连的时候 是分配到了工程兵 没有参与一线的发射任务 其实每一个火箭军 都有一个亲手按下 那个红色点火按钮的梦想 这也是我两年军礼生涯的一个遗憾 每一个同志 都是我们整个团体中的一份子 刚才小萨老师也讲了 我们是百人一杆枪 我们是一个整体 只有分工的不同 没有谁主谁赐的这个关系 当然呢 分工负责按这个发射按钮的通知呢 它的责任可能更重大一些 但是立了你 它这个导弹也上不了天 您有过按下按钮的那一刻吗 很遗憾 我也没有 行了 平衡了 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 只要你干好 就是为我们的导弹发射 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借此机会 我也想和当年的那些班长 和战友们说一句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谢谢大家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是最后这一句话 我看到了姚立维眼里闪烁的泪花 两年的时间 在年轻的生命当中 可能是短短的一瞬 但是我相信有一句话 也是一位观众 在提问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震撼人心 当兵毁两年 不当兵毁一辈子 在我们部队 确确实实 每一个参与到我们部队中 每一名官兵 当兵都是他一个宝贵的财富 希望小伙子 以后你在地方上 要继承和发扬 我们部队的这种游量传统 好商家好 由衷选休 争取更好的成绩 谢谢王立维 下一位 小萨老师好 王立长好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一名学生 我学的是飞行器设计 小专业方向就是导弹设计 今年是演艺 明年就要成为一名女博士了 她们实际上是 就是站在咱们部队 身后的技术支持 对 我原来一直以为学导弹 相对来说女生的优势 可能是更细心 更严谨一点 但是当我进入到我们实验室之后 我发现我们实验室的师兄们 不仅对待学术问题 更细心更严谨 而且她们就会经常关注国际形势 然后更具有一些就是大局观 然后我们就有时候觉得蛮惭愧的 就想问王旅长 您怎么看待男兵女兵的这种优劣士问题 怎么能让女兵更大程度上 发挥她们自己的优势呢 我刚才说说我们这个部队 女兵同志们 主要是在卫琴和通信岗位上 但是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是这个样子的 在其他的一些导弹部队 女兵们去按那个导弹发射按键的 也有很多 关键是什么 现在参加部队的女兵相对还是少 不能成箭子的组织一个发射单元 导致你不可能男女混编 因为我们出去自行任务 都要住帐篷的 很不方便 特别是我们镇地之首的时候 它是住在桶子里头 平时床打下来就是休息 翻上去那就是过道 实际上不是说女兵的能力的问题 对 女兵同志 在我们这个导弹航档里头 应该是有它极其特殊的优点 很多主管设计师 主设计师 包括主任设计师都是女同志 希望您在这个航档里头越走越远 谢谢王旅长 我们搞科研的 平常都是在实验室 用软件进行仿真导弹的轨迹 就包括王旅长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东风快递公司 全球必达 就是我现在研究的就是制导系统 就是保证导弹的那个定位 更准的那个 我们有一些实验室出差 比如说像王旅长 刚刚您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男生女生住一起 可能不大方便 就是去发射基地出差 可能都不会带女生 这样子我觉得 就造成一点小小的劣势 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可能跟实际的操作经验 就是连接的不够紧 人家男生可能见过 你可能只是在计算机里模拟过 对 确实很现实 女童子到我们部队 调研 考察 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 但是往往都局限于在营区 很难到靶场去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靶场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好 目前就有一部分 供你们住宿的建制性的营房 不用再跟我们一样去住帐篷了 这样给你们的工作会带来一些方便 也欢迎您到我们那去调研 好 它整个就是您这句话 谢谢王理长今天分享 我以后一定就会像那些女兵童 这么一样刻苦努力学习 然后将来为咱们中国的导弹事业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希望再过不久 当我们再一次 从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的时候 你能够骄傲地告诉我们 比如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这一枚导弹 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设计的 好 好 我加油 下一位 小三老师您好 王理长您好 我是一名在线中学辅导老师 我也是来自一个军人家庭 所以刚才听到您讲这样一支英雄的部队 我觉得特别特别地骄傲和自豪 非常棒 来自军人家庭 对 然后我的爸爸呢 之前也是在二炮当过兵 然后我爷爷也是军人 我爸爸在他未满周岁的时候呢 我爷爷就牺牲了 是烈士 然后我爸爸也是早年的时候呢 也是常年不在家 我当时就想 如果呢 等我长大 我去选择这个人生伴侣的话 那么也许我的首选 可是无巧不成书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一名军人 作为我的众生伴侣 军草什么时候成的家 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在相处的这段过程之中嘛 经常不见他的人 就是失联的状态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也不知道他在哪 但是呢 就在上个月 六月份的时候 他有一天忽然站在我面前了 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特别机智的决定 立刻把他拉到民政局 跟他登记结婚了 就是毫无预兆的 就在他再次消失之前 对 在他消失之前 王里长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点 因为我感觉像刚才您这个介绍的 我觉得您的这种战备的状态 应该比我先生 他们是更加紧的 然后时间呢也是更加长的 您是多久才能和家人见一次面呢 您不要羞涩地看着我 您回答 回答他 这个问题啊 确实是对我们所有的军人来讲 都是非常难回答的 两难的问题 非常难 我在家庭的处理上 算是不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体现力 我的妻子啊 孩子啊 随着我难争备战 多次随军 多次私业 好久好在啊 去年我孩子考上大学 我家属也有工作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三地 个人干个人的活 现在呢 我不用太操心孩子的事了 也不用太操心我家属管不住孩子的事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感觉反而这个干节更足了 更愿意为部队做些贡献 一家三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平时一年难得有几次团聚 有三四次吧 一年才三四次 是 每次四天我们都有假期的 所以您是站在您的角度说轻松多了 但是孩子呢 您的家属呢 他们真的心里觉得挺好的吗 这样 我们这个部队啊 它的性质就决定了 我们这个小家庭啊 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但是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啊 正联一上都可以随军了 家属都可以到部队 就经常能团聚在一起了 是的 但是战士们还是不行 战士们我们四级一上军事长 也是可以随军的 现在的政策就明显 以前好多了 人性化很多 是 但是不管怎样 即便是随军 一旦执行任务 也是聚少离多 时间长了啊 你会慢慢地就适应了 你会感觉到啊 你的丈夫天天在家 会是一个负担 谢谢王旅长 然后我也是努力地 向优秀的军嫂们学习 做一名合格的军嫂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您家庭之中 如此严谨的职业 您对您的夫人 做过最浪漫的事情 是什么呢 这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您看着它 思思求是地说吧 我感觉啊 我和我的家属结婚啊 二十年了 我自己自认为 没有浪漫过 往往都是在他 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肯定是不在身边 孩子出生的时候啊 是医院的医生 给我打的电话 说你是不是叫王旗民呢 我说对呀 他说你媳妇生孩子了 带我们医院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我急急忙忙的请假回去 已经是第二天 一天一夜就过去了 我回去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孩子 已经躺在床上了 第二个事 让我一生中的感到 很惭愧的呀 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一起三年 我严实回家 母亲呀 已经躺在了棺材板里的 一次面也没见到 这就是我们军人吧 没有办法 总得有人付出 我们的国家呀 总得有人去保卫 我们穿上了这身军状呢 就应该有这个责任 就应该有这个付出 我们打内心里 为这个岗位 为这个职业而骄傲 谢谢大家 当然我不希望 你的丈夫啊 以后像我这样 希望你们能够 通过各种渠道 多联系 多沟通 生活得更加美满 谢谢 谢谢 刚才在您说 妻子生孩子之后 一天之后才回家 我忽然想起我爸爸 比如说我是 八月七号要出生吧 然后我爸爸八月四号要走 他当时就是那种急性子 然后立刻拉着我妈 去了医院 抛妇产生出来 所以你是在你爸爸的 军令之下出生的 对 就说是去 去抛妇产生出来 因为如果 就是说这一次不见的话 有可能也不知道 得隔多长时间 能够去见了 所以现在父母都已经 我爸爸现在也是转业了 你们现在都在一个城市吗 还是 也不是在一个城市 也是分布在这个 全国的大江南北吧 也希望你们这样一个军人家庭 真的能够在 扛起这份责任 保家卫国的同时 就像刚才旅长说的 祝福你们这个家庭 能够有更多的团聚 谢谢 非常感谢 我觉得就在刚才 王旅长可能做了 他对他家人最浪漫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在回忆起孩子出生的这样一些 他没有办法去兼顾的 这些生活的重大时刻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瞬间的真情流露 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 我知道 王旅长的家人 那一刻在镜头前 也一定能感受得到 下一位 小萨老师好 王旅长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雅成 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名 编辑兼记者 我从前有过 在外面驻外的经历 大概是五年前 从一二年到一四年 我在埃及驻外过两年 所以就是说 在那个国际新闻中 我们是注重中东地区的新闻 对比一下 我们中国和中东地区 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世界 所以我就想提问 王旅长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当今的这个时期 真的爆发了一场战争 游宁率领的东风第一旅 会在其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火箭军 是我们国家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王牌 底牌 对于我们这种部队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指挥权 高度集中 对指挥信息系统 要求非常高 离开了指挥信息系统 我们这个部队就很难打仗 所以说这几年 随着信息化成都越来越高 我们的指挥信息系统 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 就在现在 我们还在升级换代 正在施工过程中 我们的装备 是目前来讲 全世界最高端的装备 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 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也希望大家相信我们 我们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能力 能让大家过上安稳的日子 能让我们的国家 顾复高僧 作为一个军人 也许他没法跟你描述 在战争中 他们要承担什么决策 但是他那一句话 让我刚才听了以后 信心十足 就是一个军人告诉你 请相信我们的军队 有这样的实力 让你们过上 安稳和平的生活 所以当战争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 退步的问题 前提是有他们在 我们相信战争 不会轻易降临 他们是和平的守卫者 对 对每个普通人来说 我们为了有 像王旅长这样的军人 还有他背后的部队 而感到骄傲 而我们对和平 有了更多的信心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有感于咱们的战士 写的那幅对联 左是山 右是山 身在山中 何时出山 我恋山 我爱山 干在深山 事不出山 如果要为这个对联 写一个横批的话 我希望送给我们的战士们 四个字 那就是重于泰山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您 给我们带来的主台开奖 下一期再见 谢谢你 谢谢各位 谢谢 咱们